中共教育部日前发布文件 要求中小学教材统一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 专家认为中共想借此把自己定位为抗战主力 但这与真实的历史是完全不同 中共教育部1月3号发函 要求大陆各地的教育局排查中小学地方教材 凡是八年抗战全部改为十四年抗战 八年抗战是指1937年七七事变后 蒋介石发表卢山声明表示抗战到底 为国战争全面打响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这八年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抗战 现在中共要把抗战的起点推前六年 到1931年的918事变 1931年9月18号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9月18号晚上第三共产估计从莫斯科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个电报 这个电报是这样指示的 日本已经侵略了中国的东三省 实际上是准备侵略苏联了 中国共产党必须站起来勇敢地保卫苏联 继续武装保卫苏联 台湾国力政大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告诉媒体 中共这六年抗日并不是基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统一 而是为了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 有学者指出中共带着苏联任务成立的东北抗联 不等于当时东北的平民警察 东北军的部分官兵自发成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共的更改抗战的起点 把东北的独立的抗日活动 也都变成它共产党协调性的抗日运动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就会把整个抗日的历史功劳了 就放在自己的功劳股上 变成维护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这么一个基础 中共长期宣称 918事变后蒋介石消极抗日 但是学者说 事实是当时中共形同武装割据 力图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 蒋介石衡量了日本侵略 与共产主义之害后 提出让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他对共产党 他对有亲身的经历和认识 因为他毕竟是跟共产党合作过 他认为共产党是对中华民族长期的灾难 同时蒋介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日本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 那么所以面对的两难困境 就是前有狼后有虎 蒋介石决定搅供 搅供以后 他才能够团结国家共同抗日 而且当时他也认为 打败日本一定需要英美的联手出击 所以蒋介石必须地用 让民主买时间的方式 使得中国在长远的发展过程 还能够最终能够保存下来 学者认为 无论是前六年或者后八年 国难当前 中共假抗日真发展 抗战后立刻内战 把在抗日中元气大伤的蒋介石政府 逼退台湾 毛泽东事后曾多次 向到访大陆的日本官员说 感谢日本的侵略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